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漂亮的挣钱的气势我可不能让他跑 编导们用一些镜头剪辑的语言把一段爱情故事的小组合已经提炼给我们了 他们俩之间的这段感情究竟问题出在哪了呢 还是让他们自己来说吧 来 各位 掌声有请他们 男嘉宾小吕22岁来自辽宁 戴燕 女嘉宾小江22岁来自黑龙江 萧瘦 来 有请留期两位 愿意在这个现场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 对 我愿意 恋爱多久了 我们俩认识一年半了 然后当时是在大学里面认识的 在社团里 因为都是东北人嘛 然后性格也挺开朗的 也挺投缘的 当时觉得他个儿挺高的 然后挺符合我标准的 就不知不觉就在一起了 谁追的谁 当时是他追的我 我当时看他 他那前头比现在黄 我当时以为他是混血人家 后来才发现不是 然后正好也是老乡 都是东北的 然后越来越聊得来 然后就在一起了 现在想分开是吧 对 小片倒说得很清楚 是男生现在花女生的钱是不是 是 之前我俩挺好的 但是就从去年年底开始 我就想在网上卖点东西嘛 当时我就是手里资金不太够嘛 就想让他支持我一下子 然后当时他也挺豪爽的 把钱就都借给我了 多少钱 五千块钱 当时我也挺感动的 后来自从借给我钱之后 就跟变一个人似的 怎么了 以前我俩出去吃饭啊 看电影 都是他花钱 最后什么都是我花钱了 刚开始我也没多想 因为毕竟他把钱借给我了嘛 而且俩人在一起 谁多花少花也没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他有点不像话了 我怎么不像话了 你说你怎么不像话了 本来兜里没钱 然后出去还冲大头 跟朋友之间就是 大手大脚的 毫不犹豫地花钱 你说他本来就没钱 我俩就是怎么花都行 但是你要跟朋友 你兜里没钱 你冲什么大头啊 那次他一个朋友的女朋友过生啊 当时十几个人 都是东北老仙嘛 然后喝得也挺尽兴的 谁都没这声 就他可能嘚嘚了 一箱接着一箱的加酒 一个菜一个菜的点 还把老板叫来了 然后问 什么菜贵点什么菜 那你上饭店吃饭 你肯定点贵的 你要点便宜的 直接服务员过来吃碗大米饭 十几个人掰开水 得了呗 上饭店吃早了 人家女朋友过生 该你啥事啊 我就帮忙张罗一下了呗 我也是好心 你是买单的是吧 不是我帮她张罗了 对他是买单了 他当时把酒瓶的啪一甩 然后说这顿饭我抢 谁也别跟我抢 我当时可能是有点喝多了吧 你那是喝多了吗 当时谁也拦不住他 我就拉着他 他跟我交起劲来了 别拉我 别拉我 这顿饭就得我请 男人嘛 有点这个我觉得正常 正常 钱我付的 那顿饭你吃的不也挺多的吗 那鸡腿揍的也挺不善的 你就不知道掏一次能咋的呀 当时是我吃的也挺多的 然后那我就心复复吧 之后人家小张就觉得 人家女朋友过生 不可能一分钱不花嘛 然后当时就把钱给我 偷偷给我 你当时不喝多了吗 你怎么眼睛那么尖呢 当时看见钱 就把 啪就给人扔回去了 你没听说过 见钱眼开吗 那钱你能用吗 那人家女朋友过生 你请什么课 该你啥事啊 我之前是不是 那句话已经说出口了 这事我先问你 这事能过吗 过了 花多少钱 小小一个饭店 花了一千多块钱呢 当时小张觉得 挺不好意思的嘛 请我们去酒吧 这去酒吧之后 不够他嘚瑟的了 那酒一箱接着一箱家 你不喝多了吗 我喝多了 那么害家呢 我喝多了 在饭店上喝多了 然后我偷摸吐了 吐完不就醒了吗 醒了然后再喝点 当时喝完酒之后 人小张本来就觉得 不好意思要买账嘛 然后等到快结束的时候 他又冲大头了 拿着我包就去刷卡去 刷了多少 又刷一千多 这就三千了 还剩两千块钱 然后你还可得好 拉着他女朋友的肩膀 然后就在那说 说以后对我朋友好点 对小张好点 人家好不好 跟你什么关系啊 我当时我不也是善心吗 让他以后对我哥们好点 我不是也为他好吗 人小张都误会了你知道吗 我又没跟他勾肩大胃的是吧 行行行 这事就过吧 接着跟我们讲 后来我跟他朋友 把他拉回家的 这回家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又给我倒水 又给我洗脚的 就开始认错 没喝多呀 我也可能风一吹就醒酒了 然后再一看他表情 也不是很到位 然后我就意识到自己做错了 然后我就开始就开始哄他 然后又给他洗脚 又给他按摩 又给他讲故事 你讲了啥故事啊 他讲鬼故事 我心里讲鬼故事 你也害怕 往我怀里一钻 咱俩不就呵呵 吓了我几天都不想搭理他了 后来呢 后来他又开始给我洗衣做饭 就开始无微不至的照顾 哄我吧 后来就好了 后来我跟主则收敛了 我上 我出门 我都不点汽水了 姨妈喝口眼水 之后他是改了一点了 但是没好几天 然后在前这方面嘛 就是还是没改变 怎么没改变呢 说说具体的 去年快入冬的时候 就是他给我打电话 说要陪我逛街 给我天天新衣服 然后当时我挺开心的 这到了商场啊 拿着给我挑衣服 自己挑上了 那天到商场啊 也不怨我 主要被那导物小姐拉出来 他说先生 你现在这身衣服 非常不符合你的形象 你看这个风衣 特别符合你的气质 然后我就跟着他试了 我一看穿 我不也问你 你说也挺有气质 对吗 买了吗 他穿成风衣了 然后来到我跟前 就在我身边 叨叨叨叨叨叨 然后就说 哎呀这冬天 没有新衣服穿了 然后想换个衣服 但这风衣 还有点小贵 要不然让我妈 把那俊大衣给系过来吧 这不意思就是暗示 我要给她买件风衣吗 我意思是 假如说我穿俊大衣 跟你在一起 沾上 咱有点乡村非语流 还不止买个风衣呢 还买个裤子 买双鞋 买了一套 花了多少钱 花了两千多吧 五千块钱没了 主要愿意 那抖顾小姐 她非让我试出 我穿有气质 你自己臭霉 你非得往人身上赖什么 就这点小事 吵吵也就过了吗 什么原因 让你要分手呢 我让她找工作 她也不找 给她找了那么多面试的 她也不去面试 主要你找那些工作 在我看来 都是小打小闹的 我现在我凶武大志 我正运筹帷幄当中 运筹的呀 天天就知道玩游戏 我让她跟我一起 在网上卖点东西 她可得好 她还不愿意卖 你卖那是啥东西 你卖那什么后妆品 面膜 还不符合 我男子汉气概 面膜怎么了 那很多男的都在用啊 后来我不跟你一起干了吗 那也是跟我一起卖吗 我让她在朋友圈 发我是用产品的照片 她可得好 她发自己用产品的照片 你那脸能丑吗 那谁还买呀 后来我不跟你卖 我不跟你下场了吗 你是不跟我卖 然后把我手机拿走了 把我那个积攒了 大半年的资源 全给删了 那我为啥删影照片 你不知道吗 每发一次动态 有一张是产品 十多张是你的自拍照 那我天天发广告 人家不评逼我了吗 那我肯定是要发自拍的呀 那你发自拍 你呢还晒大腿 那我不新买条裙子吗 你看底下那评论 都评论些什么东西 一帮男的 问你电话多少啊 在哪儿工作呀 那人家也有可能是顾客呀 那我不管 那万一有一天 你跟别人跑了啥事 那我要跑早跑了 你这么做 你知道我损失了多少吗 那我努力大半年的成果 全都没了 那你是也不能 就只为这两小事 你跟我分手吧 这是小事吗 主持人你知道 我跟他分手之后 他怎么的吗 他给我发直播闹自杀 什么意思 就是给我发视频 闹自杀 我那不也是被逼无奈 才出自下策吗 还有一次 给我发来那个照片 胳膊上全是血呀 给我吓完了 真哥了 我看那手吧 那真哥 百度一下什么像血 后来说西瓜珍和红瓜水挺像的 后来笑话挺见笑的 他马上又过来看我了 当时给我吓坏了 看到他之后 他就嘿嘿嘿傻笑 其实后来 在后来冷静之后 我也知道我自己错了 其实我这个表面看起来 不怎么认真 其实人都有两面嘛 其实我也是很认真 对待这份感情 我也一直努力找工作 我也不是没找 我只不过是感觉那些工作 有点太小小闹了 有点不适合我 因为我想给你更好的生活 现在你们俩什么状态 不想再出下去了 你想分手 对 我不分 坚决不分 坚决不分 前天后的到底花了你多少钱 反正现在他借我那些早就花没了 他很久就不管他家人要生活费了 他就跟家人说 我能挣钱 所以就不用给了 他特别要面子嘛 明白了 你的微网店还开着呢 还开着 生意怎么样 还可以 等于你现在能挣钱是吧 对 他挣钱 其实我也不是就是光滑的钱 我每天对他付出也挺大的 他每天跟你爷聊天 就跟他说 这么亲 好的亲 下单了亲 他这一个亲 滑了一下手机 我就得骑三车车给他爹着搭给他送货去 哦 日常生活都是我来给他照顾他 我照顾他无非不至 每天给他去照顾跟个公主似的 是吗 这么满足 姑娘 是 平时他是挺照顾我的 因为我比较大咧咧 平时那些东西都不知道放在那 那你没给人开钱 对呀 姑姑保姆 我也没有这么便宜的 再说我给你照顾我照顾多好 你可能一遥控 我立马登车我就走 这个快递费没给人家 平时他吃什么用什么也都是我买 哦 那我整明白了 行吧 老师们 你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分券 报告大大的男人 却要靠一个小小悄悄的女人养活 你呢 什么活都不去干 但有一点 你在外面真的很要面子 但到了家里呢 理智也不要了 酒喝了以后 就像喝了甲醇一样的 买单 但是钱不是他的 是女朋友的 你说这样的摊买的有意义吗 佛是之前习惯了 跟朋友一起吃饭 大多数都是先别动 我买单 如果说经常去买单 那你要考虑一下了 这样的面子有没有意义 做男人的 千万不能好于勿扰 也不能好高勿远 而且真的 你看这个女孩子能干 你就吃软饭 我们男人是要面子的 我在想如果我换了你 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 我会感觉我真的没面子 希望你真的能够自己反省 好不好小伙子 好 以后不要假冒自杀了好吧 行 你们到底是咋整的呢 其实你一直没工作 你自己不觉得很无聊的吗 我一直在筹备 筹备 那说说你的大计划吧 有很多思路 当然都比较零碎 那就是等于没计划了是吧 也有计划 但计划感觉挺远的 但是现在目前想找一份 就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工作 想不是一个答案 是你要去做才是答案 怎么才能让你的女朋友 觉得你是一个可以 长久可以 以后可以依靠的一个男人 就是看你现在的行动 但是你一直都没有行动 才让他觉得你就好像 就是一直都没有什么用的感觉 我倒觉得你们俩在一起挺合适的 我一点也不认为 他是在吃软饭 别忘了你做那个微商 可是人家去给你跑的那个快递呢 人家付出的辛苦比你可付出的多 为什么不给人家分红呢 我想问你 你喜欢他什么 平时能照顾我一些吧 他在情感上能照顾你 包括在生意上也支持你 离开他是不行的 对吗 那如果你少了 给你送快递的那个人的话 让他去工作了 那快递谁送呢 自己啊 你自己送的过来吗 送过来得自己送嘛 对 但是这一点 你一定要给他足够的尊重 以感谢 是 他做了背后默默支持你的人 因为你没给他工钱 我们可以理解为 包吃包住 零佣金 在帮你做事 这小伙子你要给他尊重 如果说你想要的那个人 今后是一个 让你能靠得住的人 并不是在事业上 这么帮你的 那好你要跟他讲清楚 说明白 他到底缺什么 他应该做什么 他现在自己不知道 你可能比他相对来说成熟一些 告诉他清楚 那样的男人是你想要的 而不他现在这样的 因为他现在觉得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你喜欢的 帮你工作了 而且还逗你开心了 还能照顾你了 他觉得已经做的可以了 但其实呢 你想要的是这样的吗 如果是这样的 你就踏踏实实的 跟他在一起 如果不是 你要给他机会 你不要让他 你要去找工作 你还得帮我送快递 他哪有时间 他没有经济收入 小伙子 如果你真是想自己做一份事业 不要搞那些虚头巴脑的 什么我都在付诸一行动 我还有思路 你都是虚的 做一份真真正正的工作去 哪怕收入个一两千 也比现在零收入 照顾他反而得不到他 他尊重要强得多 其实男人可以养女人 其实女人也可以养男人 但前提条件是 这个女人愿意养他 你愿意养吗 有时候不愿意 有时候还可以 什么时候愿意 什么时候不愿意的 觉得我俩在一起 怎么给他都行 觉得跟朋友在一起 大手大脚的话 我有点接受不了 你的意思是 在你身上花钱 在你们俩身上花钱 你愿意 在别人身上花钱 你不愿意 对 就是不要大手大脚的 他总是毫不犹豫 毫不犹豫的总是冲大头 你的意思就是说 他只要不在外面乱花钱 你可以养他的 如果说他一直不找工作的话 我是不会养他的 为什么呢 那如果以后 那如果以后说 他挣的钱就是比你少 你挣的就是比他多 你愿意吗 不愿意 他挣的比你少 你也不愿意 因为我想找一个 比我 就能够安全感的人 那就有问题了 那就有问题了 他挣的比你少 你也不愿意 是 你听明白了吧 你不一定能够挣得比他多的 其实用自己心爱的女人的钱 是很复杂的那种感受 特别复杂 早在我在电台的时候 我挣400块钱一个月实习的时候 我老婆还在做大二的学生的时候 我原来说过这事 他留20块钱买烟的钱 放我床头柜上 我那个时候 因为我自己挣不着 所以当我拿着那20块钱买烟的钱的时候 既有温暖的感觉 但更多的是屈辱 就感觉自己真没用 到了两年之后 他毕业了 他拿第一个月工资交到我手上 1000多块钱的时候 那时候我挣的已经挺多了 我拿到手上的钱 我感觉是 百分之百都是欣慰 没有一点虚弱 前提在于自己 有没有独立的能力 我不知道你花他的钱的时候 你内心有没有屈辱 你内心是什么感受 可能之前两人在一起花钱 没有什么太大的计较 要花习惯 你现在明明清楚 你花的多嘛 花他的多嘛 对不对 你没有感觉到不好意思吗 也有感觉到不好意思 也想自己出去照顾工作 但你每次向他要钱的时候 你怎么要得出口呢 而且你要钱不是说一些生活必需用品 买衣服 给别人请客 你怎么要得出口呢 所以其实我认为真正的问题 在两方面 他要你养 这不是问题 观念在于他的那种无赖的想法 第一 舔着脸向你要钱 没有一点自尊感 第二 他拿那个自杀来骗你 来要挟你 这种无赖手段 这是问题 但我没有想到你这也出了问题 你的问题是 他一定要挣得比我多 我不可以接受一个比我更弱的男人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们就不要再想 一个人格不能独立 另外一个 一定要对方比自己强大 这是你的唯一的衡量标准 那你们还在一起干什么呢 没这么好说的了 好 谢谢 分手吧 下面的时间 属于这对年轻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进入柔顺拉方 黄金60秒 我觉得之前可能是我太自私了 然后让你帮我坐这儿 坐那儿的 也没考虑你的感受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去找工作 去挣钱 而且有自己的事业 不应该说自己每天浑浑噩噩的 而且不是说对我 我觉得这也是对你自己好啊 我觉得你真的现在做得太过分了 有些时候都是出去 你说你自己没钱 你为什么要冲大头呢 我一直知道我自己错了 我慢慢改嘛 我要不知道自己错了 我今天也不会来这儿 也希望你还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哎呀 亮灯吧 两位交换箱子里的秘密吧 请交换 谢谢两位 请回 请回 来 请关门 请关门 下面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五 四 三 二 一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来吧 兄弟 请到路上遭遇了一些什么 请看 我们认识一年多了 他小我五岁 性格方面挺合拍 我们交往了几个月之后 然后就提结婚的事情 但是他一直好像对这个 结婚的话题不太感冒 他比较贪玩 我现在不知道他是 现在不想结婚 还是不想跟我结婚 因为我三十多不能再拖了 我现在还是不知道 怎么让他同意把这个婚式给定了 他说我不知道他是怕结婚 还是怕和我结婚 那这个背后藏的到底是怎样一段故事呢 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张三十岁来自天津 是一名职员 女嘉宾小陈二十五岁来自新疆 是一名幼师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的到来 愿意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 愿意 愿意 想结婚了 想结 特别想结 特别想结 三十了 二十五 对 还不想结呢 是 我觉得自己还比较年轻 还想再多积累一下经验 怎么认识的两位 我们是通过相亲网站上认识的 谈了差不多快一年了 你跟他提过结婚的事他不同意 提过 提过 提过好几次 我们家也有婚房 他拒绝了我 后来我说这个 如果我说不行 我让我妈说行不行 我妈跟他在一次吃饭的时候 很正式地跟他说 明年你们结婚 他直接就把我妈给拒绝了 我觉得结婚本来就是一件大事 而且我自己心里面 也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 所以我觉得 如果当时就直接答应你妈的话 像你妈那么热心肠的人 她肯定会很快就去订酒店 然后跟你的七大姑八大姨 就去通知 可是如果我答应你了 但是我没有做到 那你妈会怎么去想我呢 我也不喜欢去骗你们家人啊 你说你不喜欢说谎 那你为什么骗我去见你前男友 这事你怎么知道的 我偶尔翻了一下他的手机 偶尔翻的吗 你哪是偶尔翻啊 你明明就是天天都翻好吗 我偶尔翻的 他是自己弹出来的信息 其实我觉得真的无所谓 因为我觉得我跟他 就是很普通的朋友 那你当时为什么 当时为什么说不去见不去见 后来又去托托托托地见 那我不是为了怕你伤心吗 怕你担心啊 我才说了一个善意的谎言啊 那为什么平常咱们都有联系 总打电话 唯独他前男友来的那一个星期 失踪了 消失了 打电话不接 早上发的微信到晚上才回 我那天是因为手机 微信出了问题 你给我发短信 我没有说到晚上才看见的好吗 然后更可怕的 有一天他夜不归宿 这你也知道 我那天是因为我闺蜜她失店了 然后我去陪她 在他们家待了一晚上陪她 对 你让你的闺蜜 还特意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到后来也是看她手机 翻她手机里的照片嘛 也是偶尔翻 她是每天都翻 基本上她不要见面她都翻 不是 是 照片是什么的 不是看信息 照片 照片有跟那个 就在照片上都会显示 日期 时间嘛 正好是那天晚上 跟了几个朋友 是在KTV里开歌了 而且带着她的前男友去开歌了 那我不说是有我的原因的 我不是说 你有什么原因 我怕你伤心啊 我不想让你担心我 其实我觉得是无所谓的一件事 你知道我不更担心吗 别的照片怎么解释 还有什么照片 还有什么照片 那个的造型 哪个的造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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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 哪个 再来 这一人一面的这个 好 那个怎么解释 不是 是因为我把她 只当做我的好哥们儿 她也把我当做她的哥们儿 我觉得我们讲 摆那个照片 那就是玩玩闹闹 她这个人平时特别的小肚鸡 常天天查看我的通信录 查看我的短信 而且她每次最可气的是 她每天让我给她 只要我说我在家 她又会让我给她发张照片 一定要把我的位置发给她 最夸张的是有一次 特别变态 她说她问我在哪儿 我说我在家 我今天不想出来 然后她说那你把 我送给你的泰迪熊 放在你们家电视机上 拍张照片给我发过来 我觉得你就是心里面看 你干嘛要这样呢 兄弟 主要是她这个性格比较直爽 然后再有她的这个工作 因为她有时候去外面 接一些演出 她上面职业不是幼师吗 是幼师 兼职做 兼职 挣一些外快 然后接触的人都很杂 所以我就怕她被骗什么的 她有一次让约我出来吃饭 我说我今天跟贾芳 要谈一下我们演出的事情 然后我今天就不能 跟你块出来吃饭了 然后我们就几个朋友 就一块出去吃饭 然后应酬了应酬 回来的时候 我说你不用去接我 然后我就跟着 他们那个朋友开车 把我送到家门口 结果发现她在家门口 就是等着我 等了一晚上 直接第二天 那活就没谈成 那为什么没谈成 就因为你 因为我又没谈成 就因为你 他们就觉得你管我管得特别严 所以说她这个活就没给我 不不不 你接的是什么活啊 家里管的严也不给你活 这肯定是 对她有别的想法 你觉得她现在不想嫁给你 到底是前男友的原因多 还是别的想法的原因多 我估计是她心里还有别人 我心里根本就没有别人 而且我跟你不结婚是有其他的原因 我觉得 什么原因 我自己年纪比较小 姑娘打算在什么时候嫁给她 我想在五年以后 为什么是你三十岁的时候 嫁给她呢 因为我觉得我还挺年轻的 而且我现在觉得我们俩的时期 都不是特别成熟 因为她研究生毕业 也没有几年 所以说社会经历 也不是特别的丰富 而且我的工作 就是这个待遇 也不是特别的好 所以我就希望我们能够 积累一部分的这个经济 这个 然后才考虑结婚 我们家一起努力啊 慢慢地来嘛 虽然说我不是一个很设立的女人 但是我觉得我看我周围的女孩 找的男朋友都挺有钱的 我觉得嫁给你 不是说我不想嫁给你 是因为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应该 把这个基金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 再考虑结婚 这么听起来 女生是好像觉得 现在的物质储备还不够是吧 对 没错 你家里没人知道 你们俩谈恋爱吗 知道的 父母什么意见和态度呢 比较反对 就是觉得他们家里面条件 不是特别好 然后觉得跟我们家 不是特别门当户对 所以我们家想找个条件好一点的 跟他父母接触过吗 打电话打过 见过面吗 还没有 为什么不见面呢 都要娶人姑娘 因为在 因为他的父母在新疆 那你也应该去一趟了 打算求完婚之后再去一趟 那人家父母要是不同意求婚 怎么求呢 那生意已经煮成熟饭了 没办法 你说话太不注意场合了你 我们今天把姑娘的妈也请来了 来 有请老妈 来 来 来 你好 你说呀 阿姨我想娶您的 娶您的女儿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话头 话头 以前就是电话联系过 因为我们是新疆乌木齐人 还在新疆乌木齐长大 大学毕业以后呢 就在天津呢打拼 就是说我的要求呢 说将来在天津里面找一个 都说能关照他 条件也不错的一个小伙子 能关照吗 阿姨我肯定能关照 刚才呢我在后台也听到了 因为我女儿年龄小 刚二十五岁 工作上发展呢还不太成熟 经济上 他们家经济上的条件呢也不太好 父母都说一个退休工资 一个是说可能下岗 说自己只能维持自己的生活 哪个父母呢 都希望自己的女儿呢 能嫁一个条件好 工作也好的一个男孩 工作好 家里条件好 不见得对您的女儿好 我对他的这种真心 真的可以到了 非他不娶的程度了 工作都可以慢慢地去发展 虽然说经济条件是外部条件 但是也是主要的 我不在身边 所以说这边找一个 各方面都比较不错的 就能照顾他 您这不错的标准是什么 标准最起码呢 你在天天市市里有一套 80平方到100平方的房子 咱们就是世俗一点 起码最总有一辆车 您嫁的时候也是有房有车 我们嫁的时候就是因为特别苦 当时白手起家 所以不想让孩子走自己的路 他们买这个房子吧 在北城 五六十平方一小房子 而父母的条件吧 也只能够维持生活 而且他这个工作也不太满意 也是挣了几千块钱 所以说不能维持这个以后的家 刚工作吧 不是研究生刚毕业是吧 毕业三年了吧 三年 不错 现在收入多少 现在收入六千 不错呀 研究生刚涨了 原来都是四千 去年还是四千 你去年四千 今年六千 后年是一万二了吗 不知道 经济条件之七一 其二呢 都说他比较小心眼 就是监督他呀 看他的手机呀 看他跟谁在一起啊 哦 不够自信 对对 他就是信任上 哎呦 不是不够自信 我是关心他 因为他接触的人 确实挺杂的 约人见面的话 有时白天见面 有时人家就约他晚上见面 那您说 这个我必须要去保护他 现在呢 我说只能考虑考虑 看您的下一步发展吧 那谢谢您大姐 好好好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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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好 谢谢啊 送完 送完 慢点 慢点 没事 其实我们听妈妈 说这段话的时候 大概我们得出一个 最核心的意思 不反对你们谈恋爱 只是觉得现在闺女儿 这么早就结婚 是不是欠考虑 下一步你应该怎么办呢 你就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来一起进入 书比特问卷 前男友到天津来 你夜不归宿 跟他说 不去见 一个礼拜 几乎在陪前男友 你说他没有点小心眼 那他就不是男人了 他为什么这么小心眼 因为他真的爱你 你看多寒厚的一个天津小伙子 又懂礼貌 而且研究生毕业 你妈妈说他的家境不好 家里父母下岗 哎 家里房子太小 没车 现实生活当中 关键问题是人看着好 如果两个人的爱情到位了 刮实地落 随到渠成 结了婚以后 你该干事业他支持你 而且有合法的身份 对吧 对对对 当然有一件事情你做错了 男友来了 坦荡一点 前男友 配 前男友来了 坦荡一点 带他去见一面嘛 让他也有点危机感嘛 干嘛做得偷偷摸摸的 对吧 真的考虑一下 我觉得其实两个人说到底 最重要的就是信任嘛 如果没有了信任 之后也很难继续说下去 看人家的电话手机啊 信息 其实是自己的隐私嘛 你刻意去看 我觉得还是会 趁烦别人的隐私这样子 也不是很好 但是其实我觉得现在的 结婚年纪嘛 其实也没有说 一定要很小就结婚 或者是到年纪很大才结婚 其实如果有人现在 向我求婚 我现在也会交给他 因为我觉得现在找一个 真心去爱你的男人 是挺难的事情 所以有时候可能有一些些条件 满足不了你 或者是你家人 也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如果一个有车有房 又有钱又帅的人 可能也不一定会找你 最重要的是你们两个 都真心相爱 你很缺钱吗 我不缺 我都是自己赚来的 我很少花他钱 因为他没什么钱 可以给我花的 对啊 那既然不缺 为什么一定要求他非常有钱呢 跟别人攀比 他别人都挺有钱 也倒不是攀比 我也有这种想法 不光你有 你母亲也有 我不知道是你灌输给你母亲的 还是你母亲灌输给你 可能是我母亲灌输给我的吧 以前生活很穷的 有过一段艰苦的地方 对对非常艰苦 但是什么支撑一个艰苦的家庭 走到现在 你觉得你们家庭幸福吗 很幸福 你觉得你母亲幸福吗 很幸福 你幸福吗 也很幸福 他们有钱吗 那时候没钱 好 没钱的时候很幸福 与钱爱情幸福与钱有关吗 现在有钱了 为什么用钱要求对方说你也要有钱 仿佛他有钱你才能得到幸福 我的家里面的人可能比较希望我能够找一个经济条件比较好的 到底是他们想让你找一个有钱的 还是你自己想找一个有钱的 我觉得我的心里面已经潜移默化的被他们有一些渲染了 可能觉得大家都是女同胞 为什么大家都找得那么好 然后心里面觉得为什么不太好的让我给遇上了 你这句话很伤人 你伤持他的心 践踏的是你们之间的感情 你真找到了一个有钱的 他一定会给你像他那样的爱吗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你现在还没有踹开他 你还是在跟他在一起 只不过说不好意思 五年 五年我在结婚 真正的爱是没有一个可以这么量化的 五年四年还是三年 真正的爱就是说我特别想和你在一起 所以说你根本就对他的爱 没有足够到说马上想嫁给他 至少比他差得很远 好好想想自己 如果你真是钱看得这么重要的话 就去找钱 如果你看中这份爱的话 一定要珍惜你的爱哦 千万不要放弃 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看上了一所房子 男生跟女生说你要是爱我 我们贷款把它买下来 我们一块去还 女生说不 如果你爱我一次信付款 男生说我没这么多钱 女生说没关系 现在不一次信付款没关系 五年之后一次信付款 只要是一次信付款都成 但我就是不要分期付款 但是五年之后房子在哪呢 五年之后双方还有买房子的这份心呢 显然这话是言不由衷的 五年只是一个借口 五年之后哪跟哪啊 说白了你们的对话 就一句话就可以戳穿的 你就简单的说一句 对不起我不够爱你 我现在就不想结婚 你就一句话我就爱你 我就愿意等 不就可以了吗 这不挺简单的一件事吗 分明就是你不安分 你不甘心嘛 不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吗 如果你现在就觉得 他就是你结婚的对象 何须五年的所谓的时光的等待 五年你们在一起 可以制造出多少幸福 你偏偏把这五年浪费在所谓的财富积累 你说白了就是不够爱 所以你才会跟你的前男友在一起 我不相信你内心不清楚 跟男人在一起照相 摆出个心形状是什么意思 你内心如果真的定下心来了 要跟这个男人在一起 你早就迫不及待的等着他求婚 你要是真的爱他 你不是因为年龄而在这等待 一句话就可以yes他 随你五年十年我就愿意等 所以说你们俩都没有那么真心的 婚姻是什么 婚姻是双方自动自愿的放弃自由 志同道合的去面对未来 婚姻前但凡是双方有一个 心不甘情不愿 到最后这种不甘心就会变成不快乐 不快乐最后就是不幸福离婚 你何必要接呢 你接的有什么用呢 另外还有一方面的一个问题 如果说爱的满分是十分 我问你你爱他有多少分 十分 你爱他有十分 我感觉我 你骗谁呢 你爱他十分可以结婚了 满分是十分啊 你可别乱回答 那就九分吧 九分 你爱他有多少分 九分 你爱他也有九分 你不觉得你爱他 比他爱你要多一点吗 对啊 我觉得他对我爱你也就八分 我是九分 他对你也就八分 你爱他九分 你承认吗 那也行 你承认他 什么叫那也行 拜托我问你 你认为是他爱你多一点 还是你爱他多一点 他真的是对我的关怀 他对你更多爱一点 他九分 你同意 我同意 你爱他八分 你同意 我同意 剩下的就是这一分的问题 爱情生活当中 真正的幸福取决于 爱的少的那一方 他爱你九分 你爱他八分 那你们分享的就只有八分 多出来的那一分 对于他来说是遗憾 对你来说是苦恼 因为你没办法回馈这一分 所以说如果现在你们用婚姻的方式 想把这一分给弥补了 就我爱你和你爱我一样多 都是九分 那么这一分不光会变成苦恼 变成愧疚 会变成麻烦 因为婚姻 没有办法为你们的爱加分 婚姻只有更加严酷的考验你们的爱 到底有多少分 很多人在结婚之前说我爱你十分 你爱我十分 但在婚姻之后 经过了现实的考验之后 发现根本没有那么爱 根本经不起生活的考验 十分到了最后 连及格都算不上 可能也就两三分 所以说为什么要那么早的急着结婚 说穿了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你就说我到现在为止 我真的还没有到跟你结婚的地步 我没那么死心塌地 别说那么漂亮 我爱你十分 你这个时候你要是要了面子 接下来你遭的就是罪 你如果愿意爱他 你就说我就死心塌地的等 我不会因为到了那个时候 我等到了那个时候 你反而不愿意跟我在一起 我 而我后悔 我不后悔 我就是习惯你 你说得出来吗 说不到就拉倒就这样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 留给这对年轻人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黄金60秒 不知道刚才几位老师对你的劝说 有没有起到效用 反正涂雷老师还有刚才那位老师 对我的作用很大 其实就是一个我等不等和你想不想结的问题 我的选择是我会等 跟你在一起的第一天到现在 其实我一直是想跟你走入婚姻的殿堂的 我也一直没有其他的选择 可能你觉得我的性格或者其他方面觉得我不够安分 但是我最终的选择也是希望你能够等我 请亮灯 交换箱子吧 请关门 接下来数五个数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五 四 三 二 一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那个结婚是吧 是结吗 结 结是吧 哥们 你的钱从哪来的 是家里的 家里我爸妈买的 我已经准备把以前的婚房卖了 在市区换一个大点的房子 而且我打算把你的名字也加在房产证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还有问一下你妈的意见吗 不用问了 我觉得她肯定会同意的 老妈在不在 您同意吗 她要嫁人了啊 妈 妈 我今年就跟小张领证您同意吗 我 我还没想好 不是 人家嫁人 不是您结婚的 您要不同意也没办法了 太早了 我还没有准备呢 我 我还要考虑考虑 不是 您别考虑了 这事我这么跟您说吧 在我们这节目订婚啊 只意味着从今天开始 我们打算以结婚为目的地谈恋爱 是不是最后接 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是你们两家人的事 这个我满意 俩人慢慢想走 想谈 想处着 那谢谢您 请回吧 好好好 下面他们俩的事 谢谢您啊 好好好 在这里要感谢 不弄暴龙眼镜为 牵手成功的嘉宾提供的牵手大奖 成功复合的情侣将会获得 由修仙旅游领导 图牛旅游网提供的价值500到3000元 不等的旅游代金券 你们自己喊开始 自己喊停 你好吗 开始 好 停 选择幸福 选择亚赛何来盼盼 盼盼到家 安居乐业 我们打开我们的大门 请出我们的小花童 来 有请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你们俩请回 接下来我们来见证 属于他们自己的浪漫时光 我本来打算 在一周年的时候 找一个餐厅跟你求婚的 然后今天 我对着全国观众的面 我跟你求婚 建筑已经买好了 嫁给我陈生 上面刻着我们俩的名字 刻着我们俩的名字 永远都不会分开了 谢谢 我之前由于我自己的原因 我觉得我真的是耽误太长时间 也错过了这么好的你 所以我觉得现在 不再后悔也不再犹豫了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 我还是祝你们幸福啊 嗯 有了吧 给我们带来看看好吗 好好好 恭喜你们 谢谢小川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祝他们幸福美满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就一起进入老图有话说 天天圈的用户提问 我和男友大一开始相恋 一年一年前堕胎两次 我天 毕业后就同居了 在一起吵吵闹闹 他和别人有过暧昧 这一年内他动手打过我两次 我是就此分手呢 还是继续挽回呢 男人不该做的 他都做了 堕胎 动手 暧昧 所以剩下来还有一样他没做 就是抛弃 你等着他抛弃你呢 还是你先抛弃他呢 感谢大家收看了这一期的 暴龙眼镜爱情保卫战 我们的节目是由不弄暴龙眼镜冠名播出的 本节目由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特约播出 休闲旅游找途牛 下载途牛APP 手机预定更便宜 本节目由拉方柔顺喜发录 特别赞助 感谢拉方柔顺喜发录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传递收获正能量 天津卫视